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也感谢天父的恩典 在过往这几年来 我们也看见上帝在华人教会当中 开始兴起的一个属灵的运动 这个属灵的运动就是特别关注门徒训练 当然当我们谈到门徒训练的时候 我们仍然要求上帝保守我们 一方面呢怎么样放下就有的一些 所谓的不整全的属灵的概念 那另外一方面呢 却谦卑的来去坦诚面对 个人和教会实际的属灵的状况 但同时也能够非常的客观的 回到上帝的真理 我们来思考怎么样去回应 去落实圣经中对于门徒训练的教导 那在这第五堂的信息里头 我愿意大家与大家一同来分享 门徒训练跟我们所探讨的信仰 生活使命到底有怎么样的关系 其实在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 耶稣没有把信仰生活使命把它分开 当耶稣基督呼召彼得 整个的过程是信仰生活使命的结合 当保罗在教导 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 保罗所强调的也是信仰生活和使命 但是往往在我们华人教会 当我们推动生命的造就的课程 当我们强调门徒训练的时候 许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 又受过去那一种圣树二分化 的信仰观影响 那以至于在我们教会在推动的时候 我们常常就把门徒训练 把它看成一个课程 把门徒训练看成在教会 诸多事工里面的一个 也把门徒训练看成只有发生在 弟兄姐妹相聚在一个团期 或者相聚在一个主日学班 在一个课室里面所做的一件事 其实这并不是耶稣基督所强调的门徒训练 在耶稣基督的教导里头 其实耶稣现身说法 当我们看四福音书 当我们看耶稣基督怎么样进行门徒的训练 其实耶稣把整个门徒训练 放在日常生活当中 那换一句话说 无论耶稣基督在做有权柄的教导也好 无论耶稣在行神迹也好 这一切的事几乎都发生在人群中 这一些事几乎都发生在门徒 他们每一天的生活的状态里头 还一句话说 有很多我们属灵的操练 当我们说退到密室 与上帝独处 这固然重要 也是需要 因为耶稣本身他也常退到山上去 到了旷野 与天父独处 祷告 默想 但是耶稣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关键性的 关于门徒训练的一部分 耶稣让我们明白 他在带领着十二个门徒的时候 是天天在生活的互动 透过生活的不同的小节细节 耶稣让门徒们明白 信仰就是生活 生活就是使命 所以换一句话说 门徒训练一方面有一个刻意的设计 这个设计包含了什么 包含了所要涵盖的内容 这就是我们今天一般上教会比较看重的 就是我们所说的 有没有什么工具 有什么课本 有什么材料 那这些是很重要 耶稣基督在他的门徒训练的过程里头 很显然的充满着上帝的坏的教导 这是无可否认的 但是耶稣基督在跟门徒的装备的过程里面 不是停留在装备 不是停留在一种的圣经真理的教导领悟而已 耶稣基督乃是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敞开 跟门徒们之间的互动都发生在生活的不同的层面 耶稣就活生生赤活活的在门徒面前 让他们借助他的生命所呈现的每一个部分 跟人之间的来往 跟人关系的建立 在社会不同的阶层 在不同的状态里头 耶稣呈现出一个与天父为中心的生活方式 然后耶稣基督把这一些的天国的价值观 不但在登山宝训里面如此说 而是在每一天的生活与人接触当中 耶稣如此活 所以门徒在耶稣的身上 从早到晚 他们就用眼睛来看 用耳朵来听 用心理来感受 这整个的过程里面 这其实就是耶稣给我们看见的门徒宣言 所以换一句话说 今天当我们教会在强调 甚至在推动门徒训练的时候 不是单单思考课程 不是单单课堂 这些有他的角色和他的重要性 但是当我们看耶稣给我们的榜样 甚至当我们到了新月教会的发展 我们特别看像保罗 甚至像彼得 一群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保罗彼得也好 就跟这一些人生活在一起 在每一天的生活里头 怎么样的去呈现 我们的信仰的本质 在每一天的生活里头 怎么样去建立 以基督为中心的人际关系 在每一天的生活里头 怎么样透过原理行为 来去活出基督的生命的本质 弟兄姐妹 这是我们所面对的挑战 信仰 生活 使命 和门徒训练 其实是紧扣在一起 我们今天要强调的 信仰不是以自我为中心 乃是以基督为中心 信仰不是以个人的理想 为最终的目的 乃是以国度的使命 为最终的目的 那换一句话说 当我们强调门徒训练的时候 他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将要看见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是 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更新 因此我们的生活方式 有了改变 在我们与人之间 从关系 源于 行为 态度 有很明显的 活出耶稣基督生命的本质 弟兄姐妹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 不一样的时代 但是 我们要回到生命的基础 信仰 生活 使命 以基督为中心 顺服圣灵的感动 遵行圣经的真理 最后 我们荣耀我们的天赋 但愿这一个系列 给你一些的刺激思考 让我们 每一天 怎么样 信仰 生活化 让我们每一天 让我们的生活信仰化 信仰 生活 使命 天天活出基督 高举基督 也叫我们的生命 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上帝赐福你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